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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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趁着这个最后的星期 不要休息 就和大家继续介绍 或者说这个正题之前 其实也有点个人感想 关于科学新资频道在2023的发展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又记得 在这个科学新资节目 虽然这个节目已经历史了很多年 但是真的将它摆成一个独立频道 其实都是一年多的时间 而且一直以来我们都维持着 无论在台长的频道 或是在一个专有的科学新资频道 我们都会放置我们的节目 其实在过去一年看回 我自己也觉得结果 已经令我很满意了 又记得在年初时 可能科学新资频道 只有1000多个订阅者 到现在这一刻都有6000多个 虽然你说比起很多 一些很厉害的KOL 它有成6位数字的订阅者 当然差得很远很远 但是科学新资节目 作为一个 提供一个比较 专门一些知识的一个节目 当然我们不会假设它 其他那些时事节目 可以是与所有的人都去听 但是如果以科学节目来说 以及以广东话节目来说 我都觉得 比起以往进步了 我都非常满意了 这一年来 亦都非常感谢 很多的网友听众 亦都真的 无论在订阅 去看影片 或甚至乎有实际的支持 亦都遇到很多贵人 出手相助 大家现在看到 我们这个节目本身有字幕 亦都有一个好的机器 来专门地产生字幕 完全得益于我们听众的支持 再一次去感谢 有份去支持我们的听众 其实作为一个非牟利节目 我更加希望日后 更加多人去订阅频道 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想就是 《科学新知》这个节目 当初建立的时候 纯粹觉得好像有一个陪衬 在主流媒体上 我们已经听到不少 广东话做的科学的知识 或者新闻 但是大家都想起 近五、六、七、八年 的周围环境变化也非常大 你会发觉 在公共平台里面 去讲一些真正面向世界的科学 而且是希望能够做到比较有深度 以及紧追到这个前缘发展 其实你会发觉 越来越少 当然你说大家在网上 都很容易搜到 拿来找到很多资料 但是很多时候 都不是用广东话跟大家说 一直这样做下去 我其实就越来越觉得 《科学新知》这个节目 也有它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至少在未来一段短时间 我都很乐意继续去做下去 也不会放弃继续建立一个平台 来将这个世界上最尖端的知识 用我的力量企图 比较去持平 比较去深入淺出地 用广东话去介绍这个世界前缘的科学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事不宜迟 我继续介绍一下 今周一个我认为很厉害的题目 画面上大家看到 一堆激光的光学仪器 有一个标题 就是物理学家首次成功 令到一个单分子 进入量子糾纏状态 推动量子科学进展 我发觉在这个题目中 我要解释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因为里面牵涉了 好几个很尖端 前缘的研究 而最后这个研究成果 是对于我们未来的 计算机科学 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在 我记得在 之前 今年 很多集的节目都会提到 量子电脑 有时也会重复再解构 什么叫量子糾纏状态 就是那些量子力学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基本现象 那我们怎样 去制造一些 很难做到达到的 一个量子状态呢 有时往往就令我们 想到一些新的形容出来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遵从这个量子力学的法则 是去将这个更加微小的世界的东西 去运用它的特性 很多时这些特性 就会在一个实际的用途上 给我们一些 之前想不到的一些用途 比如说量子电脑 我们遵守这个量子 微观世界的法则 来重新建立一个 运算的元件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个量子力学的世界 是可以给我们传统建构 这个计算机的方法 可以是承载更大的运算量 所以我们在刚刚这一年来说 讲到什么叫做 量子电脑有其一种很独特的优势 这个其中之一 这次的研究不止关于这件事 这里就要讲一件事 量子纠缠 是一样什么 以往我有讲过 我尝试在这里再简介一些讲述 在一个微观世界的时候 有时有些很独特的现象 就是说 两个不同的单元 它可以互相 是 那个状态是互相影响 纠缠在一起 说得简单 就是说 你向上时我向下 你去零时我去一 然后就是大家 可能都是出现一个背道而驰的状态 中间不知道有一个什么的 邪线木偶 在这里令到他们 这样去糾纤 但是我们发觉 在微观量子世界里面 其中一个很独特的课题 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的场合 是可以制造到 这些这么基本的单元 而这个基本单元 将它拆开的时候 拆开的那两者 是会继续保留着一个关系 就是 这个关系就是表现出 我会永远继续 和保持 和对方 是一个 不同的状态 你会发觉 这种关系就是 一种就是 一种欢喜冤家 一个黑面 一个白面 但是 总之 他们 就不会说 他们的状态 就不会说 独立于对方 这样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 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观察 和产生到 这样的 量子糾纏的 这样的基本粒子 然后 甚至乎 有人想到 就是 运用这些量子糾纏的 状态的基本粒子 是对于未来世界里面 怎样去 保密一些的信息 怎样去做运算 怎样去传输一些的资讯 是可以有个形容在 在这里 我尝试就是 简洁地解释 来这里 究竟这一帮物理学家 其实是 在做什么呢 这个研究团队 我也会介绍一下 它挺特别的 它是来自 普林斯顿的一个团队 而带领的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 而这个教授本身 他和香港也有一些关系 在他的研究里面 他就运用了 在90年代 其中一个已经取得了 诺贝尔奖的 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就是激光冷冻技术 和原子捕捉技术 它就可以将激光 玩到就是说 它可以用激光 将粒子冷冻 甚至乎 几乎是停留在这里 甚至乎 运用激光的仪器 就像一个鉗 可以和你逐个逐个逐个 将一些 原子 或者分子 逐个逐个 摆在一个特定的位置 所以当年 1997年 史丹福大学的 朱蒂文教授 当他从事 激光冷冻 和激光铁子 一个激光铅的意思 这些研究的时候 他得到这个诺贝尔奖 因为他在其他的科学里面 运用他 这种激光冷冻技术 是有非常大的用处 而在今时今日 这次普林斯丹这个团队 他就想着 如果有一些 基本的 分子 那个分子 就是一些 叫做 氟化钙 Calsium Fluoride 这个这样的分子 它就是一个 本身属于金属的元素 他就和了一个 氟化物 氟这种元素 化合了 出来的一个分子 他将这些分子 运用了这个激光技术 摆得很整齐 然后再将它冷冻 令到它可以 跌到一个很特定的 一个状态 然后再加一点 一些这样的 光的微波讯号 就令到 这些不同的 这些氟化钙的分子 可以进入一个 量子糾纤关联的状态 其实他整个研究本身 就是这个仔细的技术 就是企图去做这件事 这件事 其实以往来说 一点都不容易做的 我们譬如说 想做一些 互相有关联的 一些粒子 就是 製造一些 量子糾纤状态的粒子 我们是需要 譬如将一些光 硬将它一粒拆成两粒 有些时候 就是会 都是需要用到 其他的一些 分子 就将它的量子 譬如将它再拆开 其中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有能力 是在 制造一些 正反粒子 的一对 而它们之间的 正粒子和反粒子 是量子糾纤了的 那我们有能力做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硬将一样东西 撕开拆成两样东西 来制造 这些量子糾纤了的东西 我们又没有能力 随便在左手 举一粒 右手举另一粒 将它放成量子糾纤 其实基本上 这套技术就不成熟的 这套技术 但是这次 这个团队 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执着 其中一个 的 图化钙的分子 和另一个 原本完全不相关 在第二部製造出来 拿过来的 图化钙分子 将它放成 一个量子糾纤状态 令到这些东西 可以说 手到拿来 你想要它有就有 所以 在量子力学的实验层面 技术来说 是很厉害的 而且在未来的量子 运算来说 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 去寻找一些 量子糾纤状态的粒子 来帮助我们 加入 做运算单元 我们不需要 一定 只是依赖 某几种的 材料 去帮助我们 而是可能 我们已经找到 更多其他一大类的材料 我们自己 临场 将它制造 进入这个 量子糾纤状态 量子糾纤状态 这里再说多一点 就是在一个 量子力学现象里 非常独特的 一个状态 当它糾纤了之后 无论它走到多远 以后分开到多远 多远 只要你不要破坏 量子糾纤状态 最后 它都能够做到 结果互相关联 其中一个 如果说到 连爱因斯坦都会 觉得头痛的 一个例子就是 如果我将一些 已经量子糾纤了的 东西 将它放到 宇宙天文数字 那种距离 那么远 远到一个地步 中间如果你有信号 想由一边 送去第二边 都是要花很长时间 现在我其中一边 我计算它 它告诉我 它是向上 另外一边 会不会赶得及 都展示到一个 向下的状态 出来给我们看 最后发现 原来是可以的 无论是多远都可以的 远到一个地步中间 不需要有任何 信号的传书 都能够做得到 这种量子糾纤状态 可以厉害到一个地步 就是可以无远 诛戒 我们现在 其实不是很深入 去理解到 到底背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去尝试 接受这件事 和理解这件事 以及利用这件事 到最后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暂时未有一个 很确切的答案 我们有一些理论 去尝试描述它 但是这个是否一定 就是最终的答案 暂时也不敢说 现在 再简单重复 说一次 普林斯顿这个团队 也可以让大家看看 他们的面貌 在画面里面 最左边穿蓝色的外衣 就是Lawrence Treck 如果你说用 广东话的硬译 他是不是姓Chuck 不清楚 他就带领着 另外两位博士研究生 去做这样的研究 你会看到他们身后 就是那堆激光仪器 这位Lawrence Treck教授 他本身也是一个年轻的 助理教授 他在研究生涯里面 他做了很多 去将 玩激光 以及将激光 去 与那些 粒子 分子 相互作用的 那些实验 去做很多 所以 怎样做激光冷冻 就是其中一个的本领 就是怎样将激光调校 可以令到我 喜欢拿起哪粒 粒子就哪粒粒子 把它放在哪个位 就哪个位 而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头壳顶的 比较白色底的那幅图 你就看到了 他就将一些 枯化鈣的分子 和另外一个枯化鈣的分子 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 再运用激光 将它们放在一个特定的量子状态 就是他们就不会大家都很兴奋 周围跳 大家乖乖地坐在那里 乖乖地坐在那里 中间还要 打一些很独特的 电波信号 令到两者之间的量子状态 可以 做到这些互相糾纏了的 这些 量子的物体 多说一点 Lawrence Chuck教授的一些背景故事 其实他是在普林斯顿 读这个学士 亦都在普林斯顿 读到博士学位 现在亦都回到普林斯顿 很有趣的 如果你看回普林斯顿大学 对他的介绍 他以前亦有份 参加 学校的 运动 爬艇等等 然后 他写一个 他写香港 我估计 他可能 很小 在香港出生 然后很早就举家 去了美国那边生活 和求学 在他的研究生涯里面 他用了 这个激光冷冻技术 是来自1997年 朱蒂文教授的 诺贝尔物理学长 而在他的研究生涯里面 他做其中一个 研究合作伙伴 就是另外一个 在麻省理工 一个叫Katalee 从事这个 凝聚态物理 的物理学教授 他就是 那位人 就是1998年的 罗贝尔物理学长 而他在这次研究里面 这位Katalee教授 也是有 在自己的小组里面 独立地 也都成功发展了 这一套技术 就是可以 后面加工 就将这些 这样的 分子 是将它铲结成为一个 铲结了的量子队 这一种技术 长远来说 我们就 会预期 就是说 我们可以 是有更多不同的方法 去建构一些 量子运算 和量子加密 和量子传输的 这些这样的单元 将一些东西 原本没有关联 变成关联了 你也会发觉 就是 它会不会成为一个 可以帮我读取数据的一个好的工具 就是因为 有什么数据 我不需要直接干扰里面的 我去读取外面的 我已经能够成功掌握到 在这里 应用的问题 我时间关系就 不说太多 在这个基础研究里面 我们很期望 就是说 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 这些这样的 量子运算单元 可以 运用到 他们这次发展的 这套技术 来 有一些 更加厉害的用途 暂时来说 我们看到 无论在 运算 在他们的资料 的传输 和加密 解密 似乎 都有 有它的 有它的角色 所以我会说 一个这么基础的 物理现象 当我们人类有能力 去介入 去制造 它的时候 它的用途 就自然会很大 我们这一节 来到这里 我们第2节 继续和大家介绍 刚刚最新近发生的 科学新闻